Hello, 欢迎大家收看Gagahome 话说我们上个月收了一层在Nottingham的Bungalow 就是我们公司第一层收的Bungalow 这层楼的客人都是找我们公司装修的 所以我今天又来发表中期业绩报告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这间屋装修的情况是去到哪里的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去片 好了, 我们进来个花园看看 先看看, 花园就没有东西要修装的 那些草也开始生下了些茂盛 虽然冬天, 但因为还是很暖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杂物 不过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找过Skip 遲些找过Skip就一次过扔掉了 所以暂时先放在这里 我们进来, 你可以看到之前这里是有地板的 我们全部都拆掉了, 因为那些都很足够了 第一间房的En suite, 车房改建的位置 暂时就没有太大动作 因为我们主要是做了其他房 所以其他房的柜子 那些各样的傢俱 我们都暂时放在这里 里面的厕所不会移动的 那这里稍后我们才会做个次序 但是你看到我们很多建筑材料 或者客人订的灯, 灯色 各样东西都已经放在这里 那我们稍后会回到这里 再谈谈一些房间的 好, 那我们过来这里 就看看那些牆身 我们已经油好了 全部是Plastar过 散过牆身 然后再油油的 所以你看到 我们这边也收得很漂亮 professionally done 这个是我们油出来的牆 也都很平的 不会说那些牆身油完之后 有一些粒粒粒粒 有些Plastar織在这里 这就比较少的 我们做出来的效果 OK, 那我们一直下来这里 都是拆了地板的 你看到 所有地板都被我们拆了 它是石屎地 我们之后 这边就会铺回Lamonet Flooring 你看到其实 我们的underlay都已经买了 放在这里 那我们就准备等去铺 另外这里 所有牆都油了油 業主喜歡粉藍色或水藍色 有一種比較柔和的感覺 跟我其他客戶有點不同 其他客戶通常都是選一些啡色 一些可能是粉紅,偏紅一點的顏色 我們過來廳那裡 廳的完成度是最高的 廳那裡大部份的牆都油了油 還欠這一部 因為這裡的客人想做一個 Feature War 就是有另一種顏色 有一個對比和衝撞 我覺得是比較漂亮的 另外地板我們都差不多鋪好了 但我們還未下Skirting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Skirting我們之前都會留一個空隙 教大家鋪地板 不要拉到盡 因為拉到盡的話 地板會冷縮熱漲 有機會是會爆口 也會遲些會拱起 對地板的壽命有很大的縮短 所以我們一定會留一些空隙 這間房的完成度都達到80% 是欠一份長油油 還有鋪上Skirting就已經完成了 再下來看看第二個Landing位 我們都是蓋好地板 廁所就不用弄的 我們就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我們已經油好所有的油 然後地板也都下了 不過這個油就是first coat 我們只是油了第一層 還未完全完成 你可以看到牆身還是有些男女透白 因為是還未油 另外就是那盞燈 我們也會把它裝回中間位置 也會再replaster 天花板 要確定所有牆身都是平平整整 就不會有點凹凸凸凸的感覺 這個地板我們都鋪得七七八八了 但就未落Skirting 我們再過來看看第三間房 第三間房 我們散了牆 就未plaster 也未油油 原因是這間房 用的顏色是不同的 這間房是用這個 Cotton White 你看到我們寫了 Cotton White 就確定我們不會搞錯 那間房的色系 然後你看到我們天花板 都跟它剷光了 全部剷光了 跟它散了牆 才會plaster 就確定我們整間房的 基本的工序是要做好 你看到我們已經是買了大量的 Lamonet Flooring 這間房子很幸運 因為它可以整間房子 都是鋪同樣的地板 而且因為它是一個 一個Bungalow 一Bungalow的設計 你就沒有樓梯 那就可以整間房子 你可以很和諧地 全部都是用回同一樣的地板 鋪出來的感覺就會很理想 那廚房方面 就沒有什麼要去做 那我們也是有鋪地板 另外剛才我們說說廁所方面 就大汁就不需要的 不過我們呢 又為了確保 就不會漏水 所以呢 我們這些邊位 都會再跟它resale一次 因為看到這些邊位 本身是有些gap 那所以呢 如果是不小心 翌日搞失修的話 就可能會漏水 這些水氣會進去 發毛 那這些呢 我們都會跟它resale 那就確保 那個bathroom 是airtight的 那它今次這個project 那這間屋 都算簡單的 因為我們又不用拆廚房 又不用怎樣搞個廁所 所以其實都很straight forward 但其實它外邊 還有一些外場的地方 我們有些少少維修要做的 那些呢 就將會在我們整好房子裡 裡面呢才幫客人做的 因為那個客人已經本身就在英國了 那它也都 老實說 你買了一層樓 你都想快點進去住 那所以呢 我們呢 都希望呢 可以盡快搞定室內 那讓客人呢 但是我們是可以呢 你如果有傢修要組 那些我們可以額外有人呢 是幫忙專門組架 又或者你想一間屋呢 是要professionally clean 是一層不染的 就是裝修完 立即拿行李箱進來 住得那種呢 那我們呢 都是有清潔的團隊呢 可以幫你手做到這件事的 好 那最後呢 都說完這間房子呢 我們是會怎樣做的 這間房子 首先地下呢 一定會鋪回地板 就跟外面的地板 是synchronize 然後 然後全房子的長身 都會重新游過游 這些東西是會拆掉的 那另外這些梳裝桌 這一堆東西呢 我們應該都會拆掉 因為要找位置放床 這間房子呢 它是比較長窄型 就不是說這麼寬闊 那我們也要給一個位置 主人家可以放床 因為這間房子是en suite 那我相信呢 有機會呢 客人呢 都會選這間房子來睡 因為你去廁所方便 不過老實說 你其實是Bungalow的話 就 是不是在這間房子裡 其實分別都不大 因為起碼不用先走路 是不是 就是不需要走樓梯 那廁所其實就真的沒有東西弄了 那廁所呢 就已經是非常英俊 所以我們廁所呢 是會 Leave it as it is 就不會說有任何東西 需要再修改 因為這個是新製的 但是因為由於呢 我們外面的那個 廚房位置那些 就未弄好 所以這裡呢 暫時都只是用來做儲物空間 那你見到我們很多 那些櫃啊 那些Skirting 那些都是先放在這裡的 那遲些就一次過收拾走 好了 那我今天在這裡的報道呢 也都去到這裡 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呢 有興趣找我們公司去 叫裝修的話呢 那不妨呢 可以去我們的 家家康的Facebook專頁 去回我們的WhatsApp 或者是去我們Facebook message 私人留言給我們 你再找我們 我們就可以安排 去你那裏報價 或者是安排 看看你的房子是想怎樣做的 不過我們Cover的範圍呢 暫時是有限的 我們暫時呢 只是Cover這個 中部地區 和這個 曼切斯特附近的地區 但是 有沒有Availability 就視乎我們 我們工程呢 就接了多少工作回來 那就不一定說是 馬上可以幫你開展工程 但是這個呢 就需要詳細和每一位客人去安排 好了 今天在這裏介紹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鐘仔 就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 下次再見 拜拜